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全世界都很流行学英文 我告诉大家一个有趣的历史背景 在公元十四五世纪的时候 在英国国会开会的时候 讲的不是英文是法文 教堂做礼拜的时候讲的是法文不是英文 在大学里面主要的语言是法文不是英文 那时候英文吃不开 直到后来英国人自己努力出了很多经典性的书 才奠定了英文的地位 今天英文是一个世界上强势的语言 其中有一个人他编了一部字典 这个字典决定了英文的这种地位 跟他经典性的这种地位 编这个字典的人是一个有名的英国文人 他的名字叫做约翰生 就这个人约翰生 就这个人约翰生 这就是约翰生 他有一个有名的学生叫鲍斯底尔 鲍斯底尔的老婆讲了一句笑话 他们我都看着 只看到人在领着熊走路 从而没有看着熊领着人走路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因为约翰生快点很大 像个熊一样带领他的学生鲍斯维尔 像个熊一样带领他的学生鲍斯维尔 我手里边拿了一本 这个有关鲍斯维尔的一个传记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照片 这就是约翰生 这个就是 爱尔兰的都布林去玩玩好不好 他老实说不去 巴斯维尔说 我们去爱尔兰的叫的 叫的尖茨康斯维 就这个地方 看到没有 G-I-A-N-T-S-C-A-U-S-E-W-Y 杰茨康斯维尔什么地方呢 就是长了很多石头 这每一个石头都是落个角了 怪石头 大家看彩色的部分 你看 人 这个世界都怪石头 到这个地方去看看好不好 是鲍斯威尔说 去不去 老师去不去 又要人说 不去 鲍斯威尔说 不值得去拉 我卖个官司 请看他们一个对话 你看 对话 在这本书里面 第883页 对话 鲍斯威尔说 要不要去都柏林 老师要不要去都柏林 这约翰生说 不去 我们不去 都在这都柏林 那个烂的首都 不去 鲍斯威尔说 难道我们要不要去 这个鲍斯卡斯威 这个地方去看那个石头去 不值得看吗 约翰生说 不值得看吗 他说 值得看 可是 not worth going to see 不值得跑去看 这个怪石头啊 值得看 可是不值得跑去看 这句话 深深的影响了我 我觉得很多的 临山盛景 很多的 好地方 值得看 可是不值得跑去看 我从来不履行 我从来不履行 就是觉得 为什么要那么麻烦 去看 苏鲍斯威尔做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 他的外交总长 就外交部长 叫做王宠惠 后来王宠惠 做了国务总理 也做了 这个 司法院的院长 王宠惠 外国的留学生 见过外国的 好风景 他讲了一句话 也影响了我 他说 看看照片就好了 跑去看看什么 他哪里也不去旅行 我理由不旅行 什么原因呢 看看照片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旅行 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幻动片 电影片 各种旅游的书 那么多 我们了解一个地方 太独争了 太生动了 太仔细了 为什么跑去看 不要去 这什么行为呢 我给大家看一个对联 就是余润写的 叫做 全时从所好 文章如有神 全时 这个风景 水 石头 从无所好 我喜欢看哪个 就看哪个 写文章 下笔如有神 这是我们的一个气魄 为什么 我给大家念一段古书 二十四诗 就二十五诗里面的 诗书 有一段 讲到宗顶 一个传记 他说宗顶这个人呢 美游山水 亡者忘归 喜欢看游山满水 一去了就不回来 好山水 爱远游 结果呢 旅行的时候呢 生了病 就回到了江陵 叹气说 老即一句子啊 我也老了 我也生病了 全到了 全都出现了 明山恐难片多 天下明山的 我看不完了 不可能看得完了 只有呢 城怀官道 我自己坐在家里啊 这个把我的整个的感觉 重新整理过以后啊 卧以游至 我躺在床上 躺在沙发里面 来旅行了 不能亲自去旅行了 凡所有旅 一辈子有去的地方 截图之一室 在房间里面 全都给画出来啊 为人约 在跟人说 扶行动操 我的弹琴啊 这个 作曲啊 一令众山皆想 我配音乐 把我去过这个地方 都画出来 配音乐 音乐动的时候 我去过这种山呢 都会跟着动 他胡扯 现在照相照出来之后 你照片出来 多么的逼真啊 你画 能画出 怎么逼真的状态呢 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这些故事很有趣 就是啊 他最后 跑步的时候啊 他要 看到没有 他要 卧以游之 躺在床上 来旅行 这叫做卧游 我曾经把我收藏的一副 清朝的 张问陶的一个字 为了 未安妇 一卖掉了 卖了以后 小青菜还很怀想这个字 我被他拍照下来 有两句话 大家看到没有啊 丹青 营里 放扁周 山水都从枕上游 临山盛景啊 我去游 我去游 游山玩水的 是哪里游山玩水 躺在枕头上面 山水都从枕上游 躺在枕头上面 我来握游 我们看到台湾一个老贼 老立法议员 他写了一个诗 这个人叫彭崇诗 他的诗和画 都在很古典了 他有一句诗 我把它记下来了 叫做 旧梦 兵戈 无处迷 画图留作 卧石游 旧梦 那些战乱的梦 我找不到了 可是呢 我把它画出来 留作 躺在那的时候 我来回想 我来游游玩 就叫做 卧游 卧游什么意思啊 你不要真的去那个地方 可是 我以为我去过了 当然有很多的照片 很多的题材 后来我去过了 我 把我回忆 也靠这些题材 基本上我认为 卧游是没有去过的地方 大家看过那种卡通影片 或者那种电影没有 人缘 或者小说 叫人缘泰山 人缘泰山 什么写的呢 叫巴罗斯 美国的一个作家写的 新非洲的人缘泰山 这位老兄啊 你看到他人缘泰山里面 猴子叫 老虎跳 生意都不得了 这个老兄从来没有去过非洲 就好像我写北京法园寺 这个书一样 我从来没有去过 北京法园寺 我本名大 就给他写的神龙火县 这个写的游泰山 也是这样子啊 写的神龙火县 我一个好朋友 叫做马洪祥 他在联合国做事情 住在瑞士的日内瓦 在那里那湖边 他有个房子 住在那里 非常的快乐 有一次 他从日内瓦湖来跟我谈 谈日内瓦的湖 我也跟他谈这个湖 我还跟他谈了一个地方 叫舍烂 湖旁边一个房子叫舍烂 这个地方 我这个好朋友 听了以后吓了一跳 都聊 你去过日内瓦 我说我也去过 他又知道这个日内瓦湖旁 有这么个舍烂 这个房子 我说我当然知道 就这个房子 我握油 这都我的图片了 他说你怎么知道舍烂 我说 到那室里面 那室里面还特别舍得起来这个舍烂 怎么样地下室里面 关了那个秋山 他这个监狱啊 所以我里要很熟 我那朋友佩服我的 佩服我的鱼皮头地 他发现 那里要是个土蛋 你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你怎么知道 一个日内瓦湖中边的 这么一个小的古典的小房子 你都这么熟悉 你这是舍烂 大家看看 这就是舍烂这个地方 这就是日内瓦湖旁边的 这个地方 就是舍烂 干什么 握油 我昨天没有去过 可是我就能够 我的根据这个资料 我又到了那里 我跟大家讲过 在911那天晚上 我做电视节目里面 当时我断定 那个飞机不是意外 而是有意地撞上 这个美国的双子行大楼 原因就是说 他如果是意外的话 驾驶员会操控他 掉到纽约河里面 那个河叫Hudson河 我没有去过纽约 可是我知道那条河 所以我认为 应该掉到那河里面 都应该 平地创到这个建筑物上面去 像这种部分 就是完全根据我的这种 自己到处看书 而得力的这种画面 在我脑子里面 就是握油 这些资料呢 就是握油来的 为什么你提到这些人 你们会笑 你们说 你们喜欢游山玩水 你里要不切实际 你没有去过 因为你没有 身临其境 身临其境 你又没有去过这里 你看看干什么 美国太空人 登陆月球 你有机会吗 你要身临其境 一个去了一个点 才算 你去啊 你去不成 为什么 很多条件 达不了 你去啊 喜马拉雅山 胜五峰 这是 被太阳家 第一次登峰的时候 你有这个体力爬上去吗 你没这个本力 你爬不上去 你说那我不算旅行 我要亲自去啊 英文叫 in person啊 就身临其境 你做到吗 你做不到 所以我认为 那种口口声声 说我一定要 亲自到那个地方 才过瘾的人 我李敖认为 这种人呢 太笨了 天下名山盛景这么多 地方这么多 你一样一样都要亲身 到那个地方 才过瘾 才觉得不需此行 我认为 你这样子来取得 人生的经验 太慢了 太笨了 太累了 不好 所以 我的理论 跟着约翰生 发展出来了 就是 不是不值得去 而是不值得跑去 不是不值得看 而不值得跑去看 不是不值得登个月球 而是登不上去 不是不值得登上圣武风 而是爬不上去 就这样子 所以一切 以千名其境的标准 来 作为你个人的经验的时候 我认为 作为人类 太笨了 为什么呢 人类的本灵 就是应该取得 间接的经验嘛 我要做个汉奸 我才知道汉奸什么感觉 我做个妓女 她知道妓女什么感觉 你这种人太笨了嘛 应该想象力的干什么 为什么你不是动用的想象力呢 所以我认为 我看到一个 渔山逊水的时候 我看到这个风景的时候 我看到喜马拉雅山的这个 雪地的时候 我会用各种资料 来促成 来汇合成为我的一个想象力 我的马 可以天马行空 构成我的想象力 人要没有这种想象力 不能够做任何的文学活动 不能够做任何的艺术活动 为什么 太笨了 这就是我聊 到今天为止 我在台湾连续住了55年 台湾的很多风景 什么阿里山的什么 我都没有去过 我也不以为是遗憾 没有去过又怎样 所以我认为 不是没有去过 就不了解 你这样可以了解他 可以啊 并且用很奇怪的方法 去了解他 我举个例子 我有没有去过这个地方 没有 这是中国 北京附近的明朝皇帝的坟 叫做明十三陵 这个陵是冬陵 冬陵是明朝万历皇帝的坟 我聊去过没有 没有去过 万历皇帝 我看到他的照片了 看到没有 就是他 不要生气 还有他 给他看了 好恐怖 看到没有 当万历皇帝的坟壁打开的时候 故一时之熊野皇帝 变成个咕噜头 肋骨子一条一条的出来了 这个靴子还在 看到没有 如果我问了要 跑到河北省 千辛万苦 到了明朝十三陵 明十三陵 到了丁陵 我下面走下去 忍得要死 阴气纷纷的 我看不到这张照片吗 我看不到 为什么 因为万历皇帝的棺材 被毁掉了 他的尸体 也被红卫兵给毁掉了 现在没有了 你傻不叽叽的 笨笨的 你日本的观光客 日本观光客 到了冬陵看到的 都是假的 真的已经没有了 我李敖那么笨吗 为什么我要跑去看假货 告诉各位 想象力 就是这么重要 想象力 不是空头想的 我李敖会搞到 这么多照片 这么多的资料 来对比 这么多的资料去想 或者我根本跟毛主席一样 我根本看的都要看 毛泽东没有去过 定灵 虽然在北京旁边 被开发出发掘出来定灵 中文来他们都去过 可是毛泽东不感兴趣 他没去过 我李敖是感兴趣的 可是我不需要去 我找了各种文献的资料 能够看到 比真正in person 真正的身临其境的人 看到的还多 只要我多加上一点 想象力 我看到的更多 我了解的更多 我看到一些定灵的那种 报告 对我而言 花一两个小时 我可以吸收到的东西 比我身临其境去看 知道的还多 还快 我为什么那么笨 到现场去看呢 这是我的一个 很怪很怪的理论 我把它叫做 反旅游论 反对旅行跟游览的 这种理论 大家听到以后 闷闷不笑的 觉得你比较走的这个 不晓得这个人生的趣味 可是我告诉你 人生的趣味 就在想象中 保留了很多的想象的空间 和保留了很多永恒的空间 这就是永恒的空间 这照片永远在这里啊 永远可以看啊 永远可以看啊 你自己浮光略影 走马看花 你能够看到多少呢 所以我认为 今天我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 很多成年的 或者很多退休的 像鱼头窗一样 到处旅游 到处乱穿 到处坐飞机 到处住旅馆 去看这些山水 看风光 我认为 他们看的还没有我看的多 至少他们知道的 没有我多 我用我的这种 土法炼钢的方式 配合成 现代的 配合 配上现代的科技 现代的摄影的科技 我觉得 我 开脱我的视野 就是非常好的 所以 王宠会说 看看画片就好了 东奔西跑 去看什么呢 我觉得 说的对的 只是他们时代的人 看到画片不够多 不够好 在现在 我们可以用 更多的画片 更好的照片 配上我们 丰富的想象力 大家结合在一起 在家里面 就可以 卧游世界 不要东奔西跑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